你想幹什麼 你快告訴我他的地址 你一定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 你說的是誰啊 是你啊 我有重要的事一定要見他 你帶我去找他 我一定要在死之前再見他一面 你這個傻瓜你為什麼要死 父親娘夫是你 馬上帶我去見他啊 不然能往我現在就死在你的面前 修容我送給你看 修容你不要啊修容 我回來就是要帶你去見他的 啊 見不到的你就一心想死 當你見到了 只怕你難看他更要去死了 我現在就帶你去找神力啊 只怕你想死在他面前 他都不會答應 我可以不向李安提起真核背心的事情 可是作為一個醫生 我不能拒絕病人給我的要求 所以如果李安繼續向我求助的話 我就必須繼續治療他 不好意思 喂 李安 你別著急 有什麼事情就慢慢說 我昨晚 整夜都夢到鼓上 還有模模糊糊的畫面 像是焦訊沒有對準 我怎麼樣也看不清楚 那到底是什麼 我想 那一定是我手上的情景 你爸不是說你出了大車禍嗎 不對 一定另有原因 我爸只是沒說實話而已 孫醫師啊 我求求你幫幫我 我一定要知道我爸到底隱瞞了什麼 那好 明天晚上還是老時間 你來醫院找我 我 帶你去一個新的地方 好 那我們到時見 拜拜 拜拜 伯父 如果你不反對的話 我想換個環境 長期治療李安 我反對 我兒子 已經自己求助到你這兒來了 我只是不希望你把他治好 那樣反而會加速他送命 伯父 醫生也是人 不是獨生猛獸 服藥我的職業道德 我是不會輕易的 就被三言兩語下 先告辭 師傅 麻煩你跟上前面那兩者 師傅 有 cow 這鵝腸 不是塞 那是什麼地方 你知道嗎 沒那個警察 你跟上前面那 injury 就是 TT 也是要 jogar 然後那我把屋臥 不要去 mi ni filme 這是什麼地方 李安的新家吗 沈李安搬家以后就住在这里 不过这不是她的家 是那位漂亮女医生的家 也是沈李安和她同居的爱巢 你的心上人已经一清别练了 上回在西餐厅 你们面对面站着 她都假装不认识你 你为什么还不相信呢 你不是以此威胁我要见她吗 他们就住在二楼 你最要抬头看清楚了 一辈子都不要忘记 她父亲背叛你的事实 这里呢 就是我的住处家诗人诊所 不过我现在还没正式开业 你呀 可是我第一个病人哦 那就是说 我是你实验室里第一只白老鼠 是啊 所以你一定要乖乖的听话 好好躺到那张诊疗以上 不然我就一个把你吃得掉 你最要抬头看清楚了 你看呢 在回去到世界 消失那天 如今 仿佛都是荒野 雨不停歇 让人冷的心里面 我恨不能再多醉一点 最初的爱被烟 我在心事里边 越是 越难实现 对 你是应该闭上 想象一下 窗帘拉上的房间内 是怎样的一句缠绵 你先放松紧张的情绪 不用太紧张 你呀 只想面对你的过去而已 好了 那你先进一会 我进去准备一下 你喜欢听古典音乐啊 音乐呢 是最容易能够帮人消除紧张的哦 好啊 我进去准备一下 你上去干什么 一个是年轻漂亮的女医生 一个是前途四点的准律师 这么门当户对的一对家偶 你忍心上去破坏吧 你凭什么上去质问 一切都是因为你做件自己造成的 要不是你亲信她的后面 你爸爸不会为了她 送你的那颗珍珠天在上面 害死了你爸爸 有仪器受众伤的你一走了之 你居然还来求这个断情决意 自私自利的男人回头 天底下没有比你更近 更无药可救的你 你的面是我救的 我不要再看到你被她折磨死 就算为了报案嫁给你 难道不比求这个钱就可怜你要求吗 你 你们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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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辈子我都不会忘了 你听我的话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ak城》 《lak城》 zones 你刚叫什么 你是不是想到什么 是不是想到一个女孩子 你不要放弃你好好想一想啊 她的名字是不是叫小鱼 喂 我是孟宇 孙医生 李安在你那儿吗 是的 请别忘了 你答应过我的 绝不会让她提起任何事 尤其是贝心如的名字 和有关她的事情 我相信 你是个手信用的人 我知道 我好像 好像有人在追我 我拼命的逃 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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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什么 李安 你快进一点 你快进一下 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是你主动要要求治疗的 你到底在干什么 我很想回想起当时的一切 今天晚上 是我主动求你替我治疗 可是你知道吗 每当我想回想起当时的一切 马上就有一股力量 在我脑子里拼命的阻止我 我的头现就像一个战场 两股力量在里面 来回来厮杀 我的头 我的头要裂开了 只要你能救我 求求你 救救我 帮帮我 也许你父亲说的对 帮助你 就会让你更痛苦 你的意思是 连你都不愿意治疗我了 你现在头痛 什么也做不了 先回家休息吧 孙医师 伯母 我先告辞了 刚刚已经给李安服了 镇定的药物 她今晚会睡得很好的 孙医师 我镇定好好谢谢你了 你吃点宵夜再走吧 不要客气了 我明天早上还有门诊呢 那我就不留你了 孙小姐 你这么关心照顾李安 除我冒昧的问一句 你是不是对她有好感 或者说是 喜欢李安 你老糊涂了 你怎么这么问着你女孩子呀 孙小姐 一向开朗爽爱 即使喜欢李安 也不会否认吧 我知道伯父为什么会问我这个问题 身为一个父亲 现在最期望的 就是希望李安能尽快找到一份新的感情 取代过去的感情 不过 我是不会跟一个没有结束过去感情的男人 再发生感情的 他跟那个女人的感情怎么就断了 他根本就忘了那个女人 不 他没有 在他心里背信用永远都存在 要我跟一个永远看不见 又消灭不了敌人打一辈子感情的仗 我不愿意 以你的条件 李安很可能喜欢上你 而以我儿子的条件 很多女孩子也都会喜欢上他 谢谢伯父的提醒 我会随时警惕自己 绝不会轻易地爱上你宝贝儿子 先告辞了 孙医师 实在是对不起 我们家老头子 老拿自己的儿子当快宝 请问我会转告你们的宝贝儿子 以后来我的私人整手治疗室 请先预约 好好好 还有 我的收费是很贵的 谢谢啊 是你 我要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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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想 羞辱我 我要回家 在你至少还有漫妄和山河街 还有我流泪 收拾 山河街 这是 旧店新开张 就等你回来 永泉小屋 从心 小河文 下来歇会儿吧 妈 欣如 妈 妈 妈 你没事吧 没事 多亏了你山河街 还有董事长 董事长把永泉小屋还给贝家 还派自己施工队热烈赶工 说要在你回来之前完成 从开工那天起啊 干妈就跟大家一起干活 精神跟体力还比以前好呢 董事长他为什么 李安呢 你见到他了吗 李安他留在京城准备律师考试呢 李安和他爸爸和好了 他父母 你肯接受你这个儿媳妇了 没有人在反对我们 我们两个来往了 等到李安考完试 他回来正式跟我举行婚礼 太好了 我们到你爸爸领前告诉他 我们现在一切都好 他在天上可以安心了 都怪我急着去京城 连爸爸的后事都没有好好进行 干店丧事都是董事长派专人超办的 一直到宋庆古灰坛 明天我们一起去祭拜干爹 快快到屋里看看 快呀快走 你现在应该知道 董事长收人尊敬 是因为要是个心地人赐的君子 你不让干妈来 是不是因为有话要跟我说呢 你太精致了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如果是远昊友欺负你 我一定不会念旧情 我会在董事长面前 把他全部的事都揭发出来的 珊瑚姐 我请求你 好好照顾我妈妈 为什么 你要学精神吗 李安不是答应过你 他考完试就回来了吗 杏瑞你究竟要去哪 为什么要我杀无干妈呢 我只有你一个可以托福的亲人 就会答应我 把我妈 当成你妈 当成你妈 别再让她知苦 将来 就让她 跟爸爸合葬在一起 杏瑚姐求你答应我 快答应我 欣如 你告诉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只要我知道 你要我下半辈子照顾你跟干妈 我都会愿意的 你不要再哭 我答应你就是了 我会好好孝顺干妈 我会把她当成自己亲生母亲的 我一定推荐 你想它那个 期待 你 刚好 这 你在 你 你 你 不是 你 你 来了 请坐 快起来 有什么事慢慢说吗 邱董事长 让我妈妈分期归还 永泉小屋的欠债可以吗 你以为 我重建永泉小屋 是要居为己有吗 我袁克恩 其实出尔反尔的人 我既然把店还给了你母亲 就绝对不会再收回来 我知道袁董事长 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 我却不能手心偿还 今生都亏欠年的债 你还年轻 今生才刚开始 我老头子都有信心 可以等到你发达以后 再把债还清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董事长的大恩大德 心如来生在报答了 来生 卫玲 董事长 贝小姐好像身体不太舒服 叫小黄开车送她回去 是 啊 等一等 还是我自己去看一看吧 啊 贝小姐呢 贝小姐已经打车走了 上车 跟着她 是 谢谢 谢谢 贝小姐下车以后 一个人向山上走 我们的措置不能再跟了 就在那边 你在这里等我 我去看看 董事长 你小心一点 没事 贝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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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原谅我 先去找吧 贝小姐 贝小姐 什么味道 农药 贝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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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谅 原大董事长 哪才 清吉 你们这是 真不容易啊 你还能认识我们老哥俩 啊 啊 我最近 事情忙了一点 最近 我们飘洋过海来投奔你两年多 高高在上的原大集团董事长 您什么时候来看过我们 浩勇 是不是没有照顾好各位啊 替原浩勇 原浩勇是什么东西 当年我们在南洋 拼死拼活 替你原奎恩打天下 你现在发达了 派你养了一条狗 叼来一点残堂剩饭 就算照顾我们了 我原奎恩 决心回国 创业造正道 解散兄弟团伙的时候 没有亏待过任何一位 多年以后 你们到这里来找我 我照样接待你们 我安排过各种正当行业 给你们做 你们天不要 只要到澳门 去经营赌场 赌业又怎么样 正大行业 老子干不来 你叫袁浩勇 退出澳门赌场 就是断我们的财路 我原某人 顾念旧情 已经忍了两年了 不不害人 倾家荡产 好友们 也被你们一天天带坏 我一定要彻底的脱离他 死吧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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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找人家 快 杀了他 好了你够了 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站住站住 我要开枪啊我我开枪啊 哎别过来 哎 哎呀啊 这 别理论 不要紧 要紧 哎 你没事吧 没事 快去医院 这后来 处理那两个人 袁先生 院长刚打电话来 请林主任专门负责贝小姐的病情 林主任 袁先生在里面等你 你很烦 林主任 做你做你吧 林主任 正是辛苦你了 没有没有 贝小姐 有没有什么内伤 只是轻微扭伤 腰部的丢伤口没有奔劣 尤其幸运的是 他父亲的胎儿一点都没受影响 目前情况稳定 观察一晚 明天一早就可以出院了 你说他怀孕了 他已经怀孕两个月了 我给他注射了安胎针 应该没事了 刘先生 你现在陪去病房看他了 啊 好啊 清荣 清荣啊 啊 护士小姐 您看见这个病房里的病人了吗 没看到 啊 谢谢啊 不客气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你这样坚决求死 是有人辜负了你和肚子里的孩子吗 我年轻的时候 杀人和自杀绝对解决不了问题 对了 我还没有信你的 你帮我阻止了两个歹徒 救了我 我欠你一份情 所以你欠我的 你能开手 你就互相欠了 我欠董事长 只有更多一个 是吗 如果你这一米欠我很多 就更不应该轻易结束自己的生命 应该好好活着 有今生 来报答我 我欠你一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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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年紀大了 心想如此 讓孩子 就留在我的身邊 陪伴我這幾個的老人吧 願意照顧你的兒子 做孩子的父親 就算我收養你的孩子 讓他心願 替我們冤家傳遞相話 我知道 你想得太老了 你 我是嫌棄我自己 像我這樣愚蠢到被男人遺棄的女人 怎麼配帶著孩子做一個身份高貴的原家人 你 這是上天的意思 讓我一次又一次秀下你 就是為了這段緣分 要好好的活著 因為孩子跟你 都是無辜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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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蓉 你让我和干妈都快急死了 你们怎么知道 干妈一定要我带她去董事长家亲自道谢 没想到美玲说你和董事长都住进了医院 千万一个字也别告诉我妈 如果你真做了傻事 能瞒得了你母亲吗 新蓉 你到底做了什么傻事 没什么 虚惊异常 有人打劫我 心如提是赶到 救了我 为了不让你无极担心 你应该告诉她 刚才向你求婚的消息 我小时候 每当我犯错的时候 我妈都带我去公共澡堂 你哪一只心 因为她认为 在日池里 什么秘密都隐藏不去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 等于是想为什么突然间那么穷 西柔 西柔 西柔一起来你在干什么 西柔 哈哈哈哈 我現在求生 求自由 像我媽媽肚子裡又有了 你懷孕了 是神里安的嗎 那還人家在哪裡 她不負責任嗎 那我現在已經結婚了 她現在正在經常 跟一個比我前好多的女醫生同居 你給你走 我要當精神去找她 我一定要聽 千萬我們不要再求她去可憐 我已經受到了專生最大的侮辱 只要我活著 永遠都不會忘記 為什麼神里安做什麼對不起你的事情 你都可以放過她 你為什麼不能給我放過你自己呢 你將老機不忘 所以增加自己的痛苦 你到最後得到什麼 我把她給忘了吧 為了孩子好好的活下去 如果你真決定再要擋住 我也不會擺動 她說年紀大了一生 她是一個君子 她一定會好好善待你跟你的孩子 啊 對 你是不擺動 其實我不會再愛任何人 嫁給董事長 跟嫁給別的男人 並沒有生產 而且嫁給堂堂元董事長 她會給我和孩子 我們想要的一切 就再也不是九女 而變成珍珠島的皇后 如果你真決心要叫你董事長 你就要把對神里安的恨徹底給忘了 你要一世明明 為了董事長跟孩子好好的活下去 如果你辦不到的話 那你就不要害人太急 你現在帶著你的孩子去捨散了 我絕對不會來助你 行 行 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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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之類呢 就是我贏回來的那顆珍珠 董事長已經指定把他相當項鍊了 為了搭配這條項鍊又訂做了其他的手持 董事長 董事長要天使之類做什麼 我是想把他送給我未來的妻子的 我去找他哥 董事長 董事長 董事長也是要把他送給他的未婚妻的 這些項鍊戒指耳環都是訂婚要用的 董事長 董事長要訂婚了 我怎麼不知道 他也是昨天晚上叫我過去 讓我連夜把訂婚首飾的圖紙設計好 今天我已經拿給貝小姐過目了 順便替他把正確的尺寸量好 董事長 她也姓貝 我還以為辛茹的姓是很少見的 新娘確實是被辛茹小姐 是 是 嗯 咱們通過你通過 那麼沒有啊 錄音 朋友劉你可來了 这可怎么办呢 文文你先别急 告诉我 李安走了几天了 三天前 他一直找孙医师看病 都是这个俱疗头子 把人家给得罪了 孙医师再也不要 李安这个病人了 我怎么了我 我怎么了 我说他喜欢李安 有什么不对的吗 伤他自尊了 你态度不对 他也好像人家高攀了似的 好了好了 你先告诉我 先告诉我李安的事好不好 反正他带着一箱子书走的 三天三夜都没消息了 大手机他也不接 怎么用我 我再打 孙伯伯 你不用再打 打来 我给他发个信息 要对症下药 保证马上见效 人家没有 alo 你忘了 肯定 你 支持我 共同 算要 我觉得 enthalpy 就谢谢loop 利安 你小子见事忘语也就罢了 这么连父母也忘mar 废话少说 你先告诉我 你人在哪里 唇宙 ン s s s 啊 我來見我 我去我就忘了 心腹不好意思 沒關係 李安跟我親戶兄弟 不分鼻子 我下次再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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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完一個問題嗎 會不會 因為你這個病人怎樣 你什麼意思啊 他有錯啊 他實在是 我送了三天三夜 我剛找到他 現在在海邊藥紙上 他怎麼會這樣啊 他是你進入兄弟的鐵哥們 你不去救他來這找我幹嘛 因為現在只有你才能救他 我無能為了 我可不需要人家又贏我 要什麼我給你下回道歉 那都是以後的事 我暴露就在外面等著 不管你是醫生還是朋友 審理案的事你都不能不管 對不起 我只能做一回綁架辦法 他傷什麼啊 準備律師考試的說一說 為什麼 因為他對自己沒有信心 他不想再考慮什麼事 這些書都曾經是你的夢想 為什麼要消掉他們 因為我再也當不了律師了 我一看的時候就圖 我爸給我看了那麼多醫生 沒有一種量能治我的 連你都避開了 不願意再繼續替我 因為我的頭疼 是根本治不好的絕症不是嗎 你頭疼不是絕症 我早就已經查過 我早就已經查過 和外傷都已經 只是每當你拒絕回想起 那段記憶的時候 你就會用假想的頭痛來做藉口 逃避一切 甚至逃避做一個律師 我為什麼要逃 做律師是我父親對我的最大期望 我不知道 也許 在你心裏面有比做一個律師 並做了你的事情 我不懂你在說什麼 你真的不懂嗎 那好 你跟我回醫院 我拿一份學人起事給你 我永遠都不去醫院 你做什麼 你做什麼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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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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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让人冷到心里 无论不美 再多一天 每一处的爱都无在心事 别 别 董事长已经在大厅公布各位了 严谨就在 董事长 董事长 我们魏佳和心如能有今天 都是董事长的大恩大德 我今天带心如来是来道谢的 得到董事长这么热情的款待 真是谢谢了 大家都是自己人嘛 不必客气 如果我们有缘分 很快就会是一家人了 丁公 你来得正好 我正好有事要宣布 来 坐 对 我想征求你的同意 想心如求婚 虽然我的年龄跟心如相配 加倍地爱抗她 让她过最幸福快乐的生活 希望贝太太答应我的请求 妈 董事长 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我已经答应她的求 其妈承证 其妈承证 心如 你先就由你自己做主吧 我 我尽力做個好長的 跟你過安定和幸福的生活 你醒啦 你醒啦 我用什麼力了 你呀 只是跳到海裡 跳到一群美人魚的懷中 跳到海裡 我看你跳到海裡 不可能 我根本不會游泳的 我是自己跳下去的 為什麼 我想 可能是為了他吧 你曾經把一顆一模一樣的珍珠 丟到海裡 我想 你可能是要把他找回來 我真是為了他跳下海的 我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為什麼會得這種什麼都想不起來的怪病 雖然 你對有些事上失了記憶 但不代表你失去了所有的記憶啊 我相信 你一定還記得你所學過的法律知識 所以 你不需要自暴自棄的把書都燒掉 今年不行 還可以準備下一次的考試啊 我們來約法三章 你呢 就不要再拼命去想過去的事情 讓我 來負責把你的失憶症治療好 你就好好準備考試 等你通過考試 拿到律師資格的時候呢 我保證啊 一定讓你所有的記憶都恢復正常 不管我的記憶能不能恢復 我都要謝謝你始終對我 超過醫生對病人的 關心和勇氣 你這是我見過的 最 最美麗 最善良 也是最 你 好了好了好了 不要再說了 你再美女孩 永遠只會用這些台詞嗎 你不覺得 你這樣想追一個女孩 有點太懶惰了嗎 真有一個像我這樣又懶又笨的人 想要追你 你會答應嗎 我會 給他一站 千萬不要再給我注射維他命 那只會使我的感情更豐富 那個時候啊 你就遭殃了 好啊 那我帶他試試看 哇還真的啊不會吧 我 為什麼 為什麼你突然決定嫁給雲暉了 我 我的女兒絕不是那種漢童中暴的人 也絕不會去乎於袁浩勇的救助 你做出這樣的決定 更不會是因為 你愛上了一個足可以做你父親的袁董事長 我要知道 這到底是為什麼 因為他肚子裡面的孩子 媽 是女兒該死 是女兒愛錯了人 可是 我真的不忍心讓無辜的孩子跟我一起去死啊 你要把對你一個男人的感情都收 安心嫁給袁董 才對得起像他這樣一個男人 是嗎 你愛上了 我愛上了 你愛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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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上了 你愛上了 你愛上了 你最好对心儒彻底的死心 既然董事长是你最尊敬的恩怨 对即将成为董事长夫人的心儒 你也应该同样尊重 要是你办不到 就是对从小说让你董事长万恩负义 我真的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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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清楚 我是珊瑚 不是那个你爱到发疯的贝姓儒 更不是连即将成为董事长夫人的心儒 我以为你只是一心想要得到心 我以为你只是一心想要得到心 就像当年你想要得到我一样 你现在我才知道你是这么爱他 不过我还是要再一次提醒你 下个礼拜董事长跟欣如就要订婚了 你最要打起精神 你最要打起精神 晚饭饭前规舞 游戏女主 好啊 哎 你现在怎么不用上班啊 多 谢谢 哎哎哎 哎哎 哎 哎 渴死我了 我一天都不敢喝水啊 你今天干嘛去了 我口岛上怕尿尿啊 今天考不好了 要了 今年肯定能通过了 我准备先干一年律师 明年就靠检查 你还提议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在你面前 去对这本事 你还提 原来你今天 整天陪着我 就是为了不让我想你今天事 人人人律师吗 我呢 一切都幻灭的日子 这个月 沈里安 你不要管我 我不需要同情 你给我出心啊 你不是出心 你是没心没肺 哎 我们大家要不要去哪里吃点东西啊 还是去哪里玩啊 前面不是有家很好的KTV吗 我们去吧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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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错哎 嗯 对 孙医生你想去什么地方啊 你皱着眉头嘛 有什么好的提议说出来 大家去看一下 孙医生 你看 是你男朋友吧 来接你了 好 好孙医生 那我们先走了啊 拜拜 拜拜 我没记错的话 这部车应该是你的吧 你的记忆力还不错吗 我也没吃晚饭啊 如果你输的那顿还算数的话 这么巧我也还没有吃晚饭哎 真的 把我请哥 好啊 走吧 哎 麦当劳 不要说我小气啊 这时候这么晚了只能吃消逸 你又嫌那些场合乱 那也不能拿这个充数啊 但是 你妈妈常常教育我 不要浪费粮食 其实呢 这是我中午买的忘了吃的 什么 你我我 你 喂 喂 哇 你不吃也没关系 不要浪费粮食嘛 我本来想留着明天早上当早饭的 好 等我吃饱再好好跟你算的 嗯 谢谢你永远 用心良口的为我设计 我太不知好感 我太不知好感 在拜计谁 是谁 拜计我自己 在这里被你刺一刀的背心乳已经死 你就放过我这个死 不要再纠缠 为什么你宁愿嫁给一个比你父亲还大的老头子 你也不愿嫁给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 如果现在我把你从这里推荐 就是真正的机日了 一边我宁愿你死 也不愿你嫁给任何人 你把我推下去 我宁愿去死也必受你的侮辱墙 后天我和袁董事长订婚 要不要我提醒你五金后的身份 如果你不想失去董事长对你的信任和器重 像今天这样威胁我姓名 侮辱我的行为 最好永远不要再发生 快 别当我后悔了 要不然你这辈子就休想活着在滚 那丁董业人见吧 魏欣荣 今生今世我都不会放过你的 你听到没有 魏欣荣 这个脚不真是真好啊 你看他 真是 你看 不错的 还有婚的 董事长 喜怀 我送给你的订婚礼物 新的影响叫吴曼 喜欢 谢谢 恭喜 恭喜 恭喜你 恭喜恭喜 谢谢 出渴好了 你连侧 我今天 天氣的 拿起來 我 是 都是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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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董事长 恭喜董事长夫人 以后你要多帮助夫人 我老了 原家的事业早晚要交给你们两个人 希望你们彼此扶持 帮助夫人是我应该做的 我会尽全力跟夫人合作 许如我到那边招呼一下 原夫人请吃蛋糕 我一定会查出你嫁给他的运营 我们一起去向董事长敬酒 以前怎么对山姆 我可以不管 不过从现在开始 凡是跟夫人有关的人 你都要跟我一样敬重他们 因为对夫人重要的人 也是我袁柯恩气壮的人 你知道吗 是 董事长 是 董事长 是命运的现在 从来没有当中打过你 这次你要牢牢的记住 挨着叶尔光的原因 是 是 我先生 他不是故意 是我自己不相信 好了 通知参定经理 请客人入席吧 是 和 19 2 7 4 4 4 5 5 7 4 6 6 嗯 这果然说 书中最有言如玉 这美人果然就从书里面跑出来 我不是美人 我只是来给你抛腿送信的小妹 我朋友的律师事务所呢 正好缺一个董国技法的助理 我把你的资历给他 他希望你明天能够去面试 这个呢是夏律师的名片 谢谢你费尽口舌 替我求来这个机会 光费口舌是不够的 那也要你运气好 资历也要好啊 再多好加起来呀 也比不上你的好 对 一点小礼物 感谢你的善良跟好 这太贵重了吧 上次在海边 我弄坏了泥串珍珠项链 这个呢 就是赔给你的第一颗 那我赚了钱以后啊 再慢慢赔给你 谢谢你 你喜欢珍珠吗 珍珠会不会让你想起别的女孩 或许你也曾经送过珍珠 给其他的女孩子 你为什么这么问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还有事情先回医院 改天再跟你聊 哎 伯父 你是在跟中间是我吗 我再问你一次 你是不是喜欢上李安吗 你说我无礼 伯父 如果你是想要帮着令郎追求我的话 那你算是帮得到吗 请你体谅过 我所做的一切 包括 拆散他跟那个女人的感情 关注你们的交往 都是出于一位父亲 对儿子的感情 我儿子 曾经因为一次错误的爱情 伤害得至今尚未复原 所以 帮助他选择一位好的伴侣 即使用学方法手段 也是可以理解 况且 我希望他事业成功 希望他做律师 希望他生活美满 这一切都是为了他考虑啊 我这年过半百的人了 难道还想沾他的父亲 孙小姐 如果你真的喜欢李安 你一定要尽力设法 不要让他想起背心如这个名字 否则 即使你们结了婚 你也要失去李安 失去你们的婚姻的 孙小姐 你是位医生 你一定要尽力设法 不要让那个女人的名字 在他心里活过来 伯父 如果李安心中 曾经有这段深刻的爱情 那我也没有办法完全消除她的记忆 只说我无能为力 来 进来擦擦 你看 来 过来啊 这是我设计的一个方 虽然有保姆照顾 但是方便我们可以随时看到她 董事长 大唐世家的赵总来访 我知道了 晒乎 那你就拍心如进去看看吧 他就有什么改动 才叫设计师过来改动 先去了啊 可以到处可以看 除了新房跟婴儿房 这间书房也是董事长 自己亲自设计 还有 这张座位两用的沙发床 是董事长为他自己订做的 他可能担心婚后 你对他没有感情 所以他是会勉强你跟他同 董事长 对我 真的是太宽厚了 只要在他的有生之年 做个好妻子 这是你跟女孩子 最好的悔报 就是你跟女孩子都要自好的回报 安静 那晚上 那不是吧 行用 焦腸 焦腸 我先沒開車坐你去吧 哎呀,此情無際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這是何苦呢 我先震撼了,眼睛臂我了 嚇唬我了 你認識誰了 這顆樹枕 但真好看 大道謝謝你 我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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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顆樹枕 你 帥氣 這顆樹枕 我不太好 我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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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说 真的很想觉醒 再难 我也收不回我的感情 很久性没收我们 这并有点不更多 而且会冒出有多感情 只会冒着有更多 关系 明天有更多 明天有更多 even if 明天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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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会 明天有点 明天有更多 明天有更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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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乎 他瘋了 你不要過去 我去報警 老爸 你讓他了 他已經喝醉了 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傻乎 這不關你的事 杏柔 不管杏柔好不容易得到的幸福 杏柔我求你 因為現在沒有任何人別害痛苦 杏柔你在哪裡啊 大媽 心裡傷心 是 還是不會傷害幸運 因為他太愛幸運 沒人比我更了解 愛一個人 就得不到他的痛苦 我會想說 你會不會傷害幸運 我會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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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想說